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很久没讲英文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再来练习英文 我想我们最近都吃了很多感恩节大餐 因着这个感恩的气氛 我们要来思想神对我们的恩典 我要先来对我的讲道做一个结论 首先我讲到的题目是《更大的祝福》 就说到在我们面前有许多的祝福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祝福 那个也是祝福 但是当你一直来比较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是有更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信息 我认为《更大的祝福》是我们要来追求的 我们怎么追求呢? 就是借着感恩 我想很多人都疏忽了这一点 我们并不是很常感恩的 有时我们看到小孩子他们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说父母要提醒他们 你们应该说什么 然后他们就在想 我要说什么呢? 然后父母说 你应该说什么呢? 所以突然他们就想起来 哦 谢谢 当然我们明白这些孩子他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 哦 孩子说的可能并不是真的从心里说的 并不是说他们不懂得感谢神 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子 今天读的经文提醒我们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会把我们带进去更大的祝福里面 让我们回到今天读的经文故事的一开头 这个故事一开头是耶稣进入了一个村子 然后他碰到了十个长大麻疯的人 一次就看到十个长大麻疯的人在街上并不寻常的 这就说明这个村子可能都是住着大麻疯的人 他们一起都出现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都是病了的人 不只是他们是病了 他们是患了一种特别的病 这个病不只让他们身体上面疼痛难受 但是因为这个病是大麻疯 大麻疯是会传染的 当你碰到一个长大麻疯的人 你就会得到麻疯病了 这个病不只是会传染 这个病在那个时候是无法被治愈的 当你得到一个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而且他会传染的 那真的是很吓人的 我想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事 我们才刚刚过了疫情 我仍然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很恐惧 为什么 因为那是会传染的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候 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样来治疗这个病 在疫情当中因着那个病 许多人去世了 不只是我自己会害怕 我的邻居们都害怕 整个国家都害怕 不只是这个国家全世界都恐惧着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病 所以我们最后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把自己隔离了 如果我们待在自己的家里我们就安全了 我们不出去了 但是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得到了 然后我们又要把自己隔离在一个房间里面了 我是说你真的要留在你的房间里 每个人都会怕你的 你的妈妈会怕你的 你的爸爸会怕你的 所以你就会比较孤独地待在房间里 有很多故事讲到小孩子怎么样得到麻疯病 那父母就被迫要放弃孩子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十个麻疯病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 他们生命里面充满问题 身体上的 社交上 不只是这样子 在礼仪上 信仰礼仪上 当你得到麻疯病的时候 你不可以去教会的 不单单是人们会怕你 你是不应该不容许去的 他们不能在会堂里面参与任何的活动 所以在宗教信仰上 他们也是被拒绝的一群人 在社交上他们也是被社会弃绝的人 甚至在他们感受里面 在信仰上他们也是被拒绝的 因为他们破坏了摩西的律法 他们不能来到神面前 这就是说到他们整个全人都是被隔绝的 被隔离的 非常的孤独 非常的孤独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人经历到这样子的孤独 好像我们觉得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们 那些爱我们的人 但是很不了解我们 更糟的 有时候我们甚至连觉得神都不明白我们 神不明白我的痛苦 神不明白我的处境 为什么会这样说神不明白呢 因为如果神明白的话 祂就会让我脱离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孤独 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思想 当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神是跟我们相近的 那时候是非常孤独的 所以这四个人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 没有盼望没有出路 没有盼望没有出路 而这段经文就这样开始说到耶稣进了这个村子 耶稣并不是被邀请来的 那是耶稣自己主动要进入这个村子 耶稣他知道 耶稣他定义要进入这个村子 这就是一个我们都听到都知道的一个真理 而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讲是这么的宝费的 耶稣这位神他永远都是主动的 我们相信吗 如果我们相信吗 如果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真相信的话 我们永远就会有这样一个盼望 那是有时候不容易的 是的 是不容易 但是让我们相信神的话 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永远他都是主动的 耶稣永远要主动的进入一个困难的状态帮助我们 当这十个长大麻疯的看见耶稣 他们并没有跑向耶稣 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大声的呼喊 夫子啊 可怜我们吧 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困难已经习以为常了 因为当他们看到人的时候 他们不能向人走过去 他们是要后退地离开他们的 离开人群 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自己有的问题 他们知道耶稣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却仍然跟耶稣保持距离 如果我们跟另外一个长大麻疯的人比较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 讲到有一个长大麻疯的人 这个长大麻疯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不只请求耶稣怜悯他 他求耶稣来洁净他 他求耶稣来医治他 当我们看到那十个长大麻疯 跟刚刚提的那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两组人是很不同的 这十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很习惯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有盼望吗 他们可能有 他们有信心吗 他们可能有 所以好像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好像有信心的是 我们会试这个试那个 我们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希望神能帮助我们 但是如果跟另外一个长大麻疯的来比较 他是真的有信心 所以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所以这十个长大麻疯的求耶稣说 联名我们吧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祭司呢 去让祭司查看你已经洁净了 有意思的是他们真的去了 这说明他们的确是有一些信心的 所以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互相看你看 然后就说你改变咯 你知道长大麻疯的有这样的特性 你的肢体就会慢慢腐烂 你可以看得到的 但突然你看到你的皮肤又长出来 好了 你看到旁边这个人 他开始看起来越来越漂亮 然后发现 我得痊愈了 所以当他们去到祭司那里 祭司查看他们 是的 你已经痊愈了 问题得到解决了 这是很大的事啊 但是其中一个人 他发觉他自己痊愈了 然后他回到耶稣面前 将荣耀归于神 感谢耶稣 我自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地方不太清楚 或许是原文的意思可以让它更清楚 我的问题是 那一个回来跟耶稣感谢的人是在路上看到他自己痊愈了就回来了吗 但是圣经里面说另外有九个人并没有回来 而不同的是这个回来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意味着另外九个人是犹太人 而实际上撒玛利亚人是不能去到圣殿去让祭司查看的 所以他也不需要做那件事 但是我要说的是当这个人发觉自己得痊愈了 他就马上回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那九个犹太人是去找祭司 而他们都是很确定的被证实得痊愈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到耶稣那里 为什么呢 那九个人都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吗 他们可能有 他们可能很高兴说感谢神 但是他们对信仰的认识还是在一个框框里面 我想要说的是 他们见到耶稣他们见到神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看见神 这中间有一个差别的 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 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耶稣在这里讲的信心是指什么样的信心呢 我今天的经文有多一节经节在里面的原因是 好像这个跟刚刚讲的是不同的故事 因为在那一段故事之后 有一个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 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 很明显的这里的主题是改变了 但是记得当路加写这段的时候 他是把这件事情就马上写在后面 我相信这里有一个上下文的意思 当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那里 事实上他就在那个时候进入了神的国 但是另外九个犹太人 他们没有看见这一些 是的他们生命中的问题被解决了 现在他们可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或是你可以说他们并没有讲感恩献给神 就这样子他们错失了最大的祝福 我想这并不是不寻常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希望我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要去见到神 因为我们没有把感恩献给神 事实上当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两个问题 那两个问题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 就是说我们有看到神 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谢祂 我们没有将荣耀归给祂 然后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保罗马书第一章 保罗说神就任凭他们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没有懂得将感谢归于神的时候 就反映出我们里面的真实的自我 你原本是有问题的人 现在有人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你一点都不感恩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在心理上面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配得的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不是常见医生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 当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当我看完医生的时候我不跟医生说谢谢的 我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配得祂的服务 因为我是付钱去看医生的 因为我是付钱看医生的 医生就应该要来救我 我是有点夸张 但是有时候可能不是这么的夸张 有多少人得了癌症 然后他们很可能会说我很感恩 但是他们有多么的感恩 有多少癌症痊愈的病人会回到医生那边对医生说谢谢你 没有 没有 原因是 是因为他是付了代价的 付了钱的 然后因为这样子这个人自己本身可以得痊愈 我的父亲非常地爱我 我的父亲非常地爱我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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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从来都感受不到 你看到这个不同的吗 我相信 但是我感受不到 我的父亲爱我 但是他不跟我说话 他从来不打我只有一次 那一次可能是很糟糕的一次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告诉我 我们要去美国 我非常地难过 因为我那时候单单只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失去我所有的朋友 当我回想 我发现说 亲少年有朋友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不想要失去我所有的朋友 所以我就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找到我 我实际上并没有当时的图片 可是当我闭上眼睛 我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画 那个晚上当我回家 我就坐在桌前 我的父亲坐在另外一头 离我远的地方 我并没有真的看着我的父亲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父亲哭了 那是第一次 那也是最后一次我看见我父亲哭 哭的意思就是他有眼泪流出来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你离家出走 然后他去寻找你 他把你找回来以后没有说任何话 他就坐在那里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眼泪流出泪来 我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应该说什么呢 我那时候应该是为我有这样的父亲非常感恩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并没有 我不是 我还是想着我的朋友 后来 我的父亲很怕我又离家出走 所以他就很快地把全家带到纽约来了 我还记得我去机场的那一天 我看到我父亲的朋友 事实上那也不是一个朋友 那是警察 他把手铐放在我的手上 把我带到机场去 因为我的父亲害怕我又逃跑了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我可以下定论我的父亲爱我的 但是在我整个一生当中 我并没有告诉我的父亲对他说谢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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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没有看见 他所给我的 我可能也会存着感恩的心 但是我感受不到他的心 我没有真的看见他 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这十个长大麻疯的 他们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的生活不再存在着问题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耶稣 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神的手在他们身上 他们只专注在他们的问题上面而已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前他们的重心是在他们的问题上 因为那个问题所带出来的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不好的感受 所以他们现在他们的重心还是在问题上面 即使那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意思就是他们现在不再受这些干扰了 我现在很高兴 因为我很开心 因为我不需要再处理面对这些问题了 而对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说 他的重心并不是在那个问题上 我现在很高兴很开心 并不是因为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很兴奋 我很兴奋是因为我经历到神的能力 我经历到神的作为 我要把荣耀归给神 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个差异讲得更清楚一点 一个感恩的心会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 没有这样子的话 没有神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而在这个问题当中 带出了一个好的事情是 我看见我的问题被解决了 可是我并没有见到神 是的 我看见我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没有看见神 我喜乐是因为我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并不是因为我看见神 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 如果你的重心是在问题上 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很开心 但是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的 只是环境改变而已 下一次你有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你不会有力量去面对它的 但是你会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如果你见到神 但是如果你见到神 你的生命就会开始被改变 而下一次当你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你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 当我们把重心放在问题上 或是放在神上面 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看见问题被解决 或是看见神的手在做事 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个人他看见这样的区别 他看见了神的国 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祝福 请记住 当神借着物质来祝福我们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他 当我们看见他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再一次 神给我们物质 神帮助我们度过了困难 那是一个祝福 是的 但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这个感恩的心可以带领我们看见在荣耀中的神 而那是一个更大的祝福 就好像约伯说 从前我封闻有你 如今我亲眼见到你 他怎么样见到神呢 他经历了非常巨大的问题 他失去了所有一切 他的房子 他的儿女 甚至他自己几乎也要死掉 他经历了这一切 最后他度过了所有的困难 但实际上 其实那是一切 那是一切 他说 我听到你 现在我看到你 他什么时候说这一句话呢 并不是在他的问题解决的时候 是在他面对问题的中间 他见到神 而在整个事件之后 神再次祝福他 但是 他已经得到更大的祝福了 其实在他接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 他已经得到更大的祝福了 神一直都愿意我们能够见到祂 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来亲近祂 因为当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就得到更大的祝福 当我们懂得向神献上感恩 当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不单单是我们生活上的问题 也有我们生命上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帮助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 为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不管是好的是不好的 这些都要带我们到同一个方向去 就是到神那里 只要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就会在一切的事上见到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向我们所存的心意就是能够认识你自己 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 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来看这样的事 我们要记住 当我们拥有你我们就拥有了一切 当我们拥有一切却没有你 我们所拥有的就不算什么了 帮助我们活出这样子的生活来 不是单单能够经历这一切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 祷告 阿们